日本除了精緻美食 還有精緻文化 來看什麼是無意識的設計概念 純白的長桌 看起來單純樸實 卻充滿著人性化設計 原來桌面中央的細縫底下 是放文具和資料的抽屜 如此簡約 卻又強調機能性的商品 全來自他的設計 南歐東福沙瓦 這是日本設計師申責職人的名字 超過50項來自日本國內外設計獎的肯定 申責職人的設計 一直能讓消費者 從平凡中尋找驚奇 透過設計提出善意提醒 就像這支水壺 其實只要加了濾網 就能兼具茶壺的功能 申責設計過的商品 當然不只強調機能性 美感也是他重視的要件 這是什麼東西呢 我認為是用者朋友 沒有人拒絕的 軟味的柔軟性 這是他為台坡公司 設計的股東會紀念品 圓壺造型的水瓶和水杯 想表達與人親近的意念 因為神澤把商品 視為人和牆壁之間存在的東西 商品越靠近牆 長得四四方方也沒問題 但越靠近人 就得像這張椅子 整體線條 得越溫柔才行 深澤的設計工作 遍及日本與歐美 但這幾年 他開始對華夏文化 產生了興趣 不只和台坡合作 更是中研院唐獎的 獎章設計人 文化的差異 差異 是 酥脆 最後的味道 的差異 酥脆 質 質 質 對自己的理念 有著絕對自信 深澤職人 希望消費者 能從他平凡的設計中 找到屬於自己的 不平凡 TVBS新聞 立委華郭響玉 在東京的 採訪報導